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 嘿 訂閱了嗎 歡迎收看綜藝開房間 表姐新書 賣方天 哇 很愧耶 很愧是我的主持人 對啊 先是主持人是他 但是聽說已經二刷了 很厲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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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現在一刷都很少啊 沒有啊 現在很多連一刷都沒賣完 對啊 怎麼樣保持愛跳舞的那團火 還是我應該要轉換跑道 不要再發這個不切實際的舞者夢 所以我們兩個先休息一下 我們兩個先chuffle 沒有這題 這題非常的簡單耶 這題好簡單喔 因為這就是職業捲帶啊 這個是嗎 是 因為你想喔 如果你當 你根本不喜歡跳舞 那請問你截止在15年幹嘛 你現在先給他一個有靈魂的舞蹈 你給他看一下 沒有沒有 我想跟大家講說 非常多人會愛跳舞的確 那如果你把跳舞當成職 因為他現在應該是這樣子吧 他現在就是愛跳舞啊 把跳舞當成職業 你是愛跳舞還是把跳舞當成職業 如果你只是單純愛跳舞 你有沒有心根本不重要 你只是愛跳舞 那應該是有心想要成為職業 那如果你想要成為職業的話 你那條火根本壓根不應該消失 你可能跳久了 你覺得就是變成是職業捲帶啊 好那請問一下 您怎麼就是一直保持那一團火呢 我中間也有職業捲帶 你跳舞的時候有沒有跳不出味道 有 有 有嗎 就是當時 沒有味道的舞是什麼啊 我看這個詞我都看不懂 就是沒有靈魂的舞蹈 比如說好 比如說 好你先用一個有靈魂 有靈魂的味 無靈魂 沒有先給有靈魂的 給無靈魂 無靈魂的吧 因為比如說我們一開始可能會自走 那無靈魂可能是這樣 就我知道要做這個動作 那有靈魂是怎樣 有靈魂是那樣 大力 不是有差 不然我看的人會有差 我就是一個大力的小力 不是那麼融入這個節奏 沒有就是你的心 有沒有放在這個wave上 那你再給我一次沒完整 你再給他 不要你先不要 你先換 我們現在看不懂 看來是我的黃藍嗎 先工作室的位 就是無心的 因為比如說那樣 5 6 7 8 就是我有道會 可是我是那種 只有很隨性的感覺 只有空殼 只有空殼 好 根本給我 瘦了 今天五年沒跳 我重回舞台 5 6 7 8 感覺比較抖手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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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的人 看的人會覺得 喔 你有energy 是不是有睡飽跟沒睡飽 就是能量的問題 就是你們位置 我位置都是一樣的 好 那你怎麼保持那個能量 那個energy呢 OK 首先第一步 first one first one呢 你就是去念了 你就是 攻讀一頁必須的 不用念first one 第一步呢 第一步 你管我 第一步呢 首先 你得放下這個舞蹈 你先 大概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你不要去pull 你也不要去看 先休息 對 你先讓自己停下來 當停下來之後 好 你過了一個月 你在想你喜不喜歡跳 當時 如果你過了一個月 覺得 完事決定轉換跑道好了 那拜託你壞 因為你沒有真的愛他 過了這個月 如果你沒有一股衝動說 我真的好想跳舞喔 如果你沒有這個衝動 你沒有真的喜歡他 嗯 你就去找別的工作吧 看你要上班做 還是什麼的 那如果過一個月 你覺得我真的身體好癢 你路上看到你要跳 你就想要跳一下 或是捷運來的時候 我也要跳一個位 那個bbb也可以跳 對 你當時 如果你覺得音樂來 你就 比如說 有時候我說隔壁 那耳機 我知道我知道 或是以前學校那種熱舞社的人 他們在路上都不知道那邊扭動什麼 對 你可能 你不只會想要 你不只想要跳一下時候 你的熱情就回來啦 這就是你的熱情 所以我知道 就先停 然後看他會不會自己回來 你之前也是這樣嗎 對我之前 因為我那時候太密集在電視上表演舞蹈 那跳到後面 我就覺得 我只是因為這個節目而去舞蹈 而不是我真的想跳 因為我覺得很多街商業舞者的人 會遇到這個狀況 就是 因為人家付錢給我跳 但這個東西可能不是我本來喜歡跳的 對 因為我本身是女舞嘛 那我可能付我錢的 會一直叫我去跳男舞 那因為男舞本身 我跳起來不是沒有那個爽感 對 就只是做那動作而已 但我收了錢我必須要做嘛 那我久了久之 我可能很久沒跳女舞了 我就覺得說 怎麼辦 我現在是在跳舞 可是我沒有喜歡他 對 會有一個這個狀況 那這個就是把自己停下來 那停下來的時候 第一個 你可能會因為沒錢 而 我要再重回舞台 這是第一個心情 第二個心情是 突然聽到女舞 我就覺得 欸 我還是喜歡跳 就那個氛圍你會找回來 然後再次重回舞台 雖然是男舞 可是我可以跳得很有勁 很女的感覺是不是 就是你把那些舞蹈內化成自己 哇 好高深的一句 哇 就是你用跳女舞的心情去接工作 你懂嗎 找回初衷的資訊 雖然我跳的是男舞 可是 他是舞蹈 不應該有任何的區分 我覺得你跳到後面 你不應該 有局限說 因為早期我真的是 我只跳女舞 如果這個case不是女舞 我就會沒有什麼精神 但是不行 如果你愛跳舞 不是講究 就是你愛跳舞 所有的舞蹈 不管是男舞女舞 他都是舞蹈 你必須要愛他 否則你只是愛你的那一塊的舞 那如果你只愛這一塊 那你就不要把這個 當成是你 謀生的工具 因為你這一塊太局限 就像唱歌啦 如果只愛唱 我只唱情歌 我不唱快歌 那你怎麼賺錢 也可以興趣的話 就可以只唱情歌 情歌好像也可以賺錢 因為梁靜茹不就是 沒有啊 沒有有多少個梁靜茹可以出來 梁靜茹專輯 一定也是要再唱一兩首 微快的 有一點節奏 現在都要節奏嗎 對我的意思說 你不可以局限在 你只能走這一條路 那如果 但是他 他那團火不見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他朋友們都 比他迅速的成功啊 沒有沒有 那他應該是有這個心情之後 再去看別人成功 他才會更低迷 對啊 就是 別人成功你有什麼好低迷的 難道你能力不急於他嗎 如果你因為別人成功而低迷 那你不要走 舞蹈圈好了 多少人都比你成功 舞蹈圈是一個 競爭非常非常激烈的地方 不要講舞蹈 我們youtuber也是啊 對 反正就是 我們三個有時間去 因為 不是 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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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跳那麼遠 是因為youtuber 可能要會拍 要有人看還是有一點門檻在 可是舞蹈沒有 沒有 沒有 現在多少小孩 你家旁邊兩個 我們兩個給他發 沒有 可是你知道 你想 因為接case的 接case的門檻沒有這麼高 你只要去上幾場課 你記得起來 你跟得上 你就可以打敗 比如說我接五年的人 你懂嗎 就是 我只要 我今天剛好學得快 我記得快 跳舞要有魅力 我可以馬上超過這個 學五年的人 為什麼 沒有你在講什麼啊 蛤 為什麼可以 不是 因為你想喔 學五年的這個人 他雖然舞蹈實力OK 但我今天學得快 我有能力做得到 那 就 就對發案子的來講 他不會因為你的資歷 我如果交同一道動作給你 你都可以學得起來 我就看誰有熱情 誰在舞蹈上面 比較吸引別人 那 當這個五年的人 他也許直接接待了 但他做得很好 但這個人也做得到 只是他很有熱情 我會選擇這個人 所以 在商業案子來說 有熱情的人 通常會比 資歷深的 對 如果資歷深 他又有熱情 那他就OK 無可取代 但你現在可能是這個 有資歷 可是沒有熱情的人 你會隨時被取代掉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 因為他連多上課那些 都已經沒有熱情了 你倒不如先放 你先停一陣子 先停 真的先停 因為連上課都沒熱情 就有點像中訓也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大家會說 你沒熱情 你去進修 但他連進修都沒熱情 那就是先停啊 你先做別的事情 對 興趣倦怠 如果你做這個月 還是提不起熱情 請你換跑道 你可能不適合舞蹈 還是給他AQ啊 AQ什麼 一季三個月 你用的不是很好嗎 一季會太長啊 三個月還好吧 還好吧 他已經跳十五年了耶 對啊 我建議你一個月就好耶 我覺得你跳十五年 如果這一個月完全提不起勁 那你真的是已經不想跳 你看一下阿妹老師 跳二三十年還在跳耶 他每次跳還是那種 就很有熱活潑這樣子 是啊 因為他真的愛跳舞 這題只有你能回答 因為我們兩個是 這題回答得很溫暖 我覺得你對於問題很有感覺 下一個的話是紫薇 他說有個追我閨蜜多年的男生 雖然他告白後 我閨蜜也沒有正確的答應或拒絕 他們就一直維持這樣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但他最近開始會私訊我 並丟一些職求約我出去 我也覺得他不錯 那我該怎麼辦 禮貌性我會先問一下 像我來過分享說 他最近也有約我耶 你們之前出去還好 我說你們有他交往 如果有他交往的話 沒有 我可以說假設 因為他總是他先被追比較久 那如果他有意思要交往的話 那我就會趁我還沒有那麼陷入的時候 我先退開 但我順便告訴他 他有來密我 所以也許這是他們交往後 可能他會去密集 會吵架 他會遇到的 會吵架 因為這個狀況先講之後 如果他說不要 那也許我可以得到這個來 但是我們閨蜜的感情是不會變 他約他出去吃飯是真的要約會 還是說只是想要聊一下這個人 應該是約會吧 因為他寫丟職求 丟職求 丟職求 沒有那約會 那不知道約會出去會聊什麼 對啊 有時候 欸他怎麼那麼難答應啊 告訴我什麼方法 之類有可能啊 求婚什麼的 之類 問說介紹買哪一款 我覺得還是先告知啦 告知完之後 或者是你可以先跟他出去吃飯 吃完飯 是那一次看他到底是聊什麼 對聊完 你在決定要不要跟他 那跟朋友吃飯這次 要不要告訴朋友 不用 第一次不用 第一次不用啊還好 因為如果只是在問說 你朋友到底要怎麼說 對啊那如果這樣我先講我是白癡 你就變成像軍師一樣啊 可是後講也蠻驚嚇的耶 不會啊 不會嗎 就是我當軍師而已啊 如果吃完他是說要 我們要有點曖昧 曖昧真的 我就會跟他講 我就會跟他講 誒我剛好跟他吃飯 因為如果只是當軍師 我以為我只是當 如果他約你曖昧 你就跟他回說 誒我以為他是 要我就是 幫助你們 幫助你們 那是不是他來約我耶 你就先這樣試 這應該還蠻衝擊的 不會啊 會被追的女生應該是 他要不要 對如果他不要的話 前提是他不要啊 你不要你有什麼要干擾我 除非你要 因為我這樣問 也知道他要不要了吧 我如果這樣問 也知道他要不要 那如果這個女的要的話 要退嗎 退啊 對啊 那你趕快跟他答應啊 你幹嘛要脫啊 那如果他說要 然後又實時不答應 我就會出手了 那你們的感情可能破裂 你跟那個女的就會 沒有我會先跟他講說 那你不要我就要進攻囉 我會先跟他講 而不是偷偷交往 先講至少比較尊重對方 對啊 他比較不會落入很尷尬 他就說我真的要 我說那我給你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後我就要進攻 就給他一個時間 好一個計畫室 你說兩個禮拜 然後你們在一起住 台灣人真的拉得很準 對 不是啊 不是如果他實時不進攻 那就是 對啊是沒錯啊 對啊 就站著毛根不拉實 這男子很煩耶 沒有是女的才會煩 都煩 對啊 對啊他們根本不在一起 喔 上天拜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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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